九尾东医斯特朗 携双鸣 夜入皇宫行侧 他偶然间呢 来到一座偏殿 点住个宫女 飘身进来 其实斯特朗 他不知道在皇宫里边 哪个是皇上啊 或是皇后 那个休息的宫殿 这边这个殿呢 是个冷宫 皇上和皇后 根本就不到这边来 可斯特朗闯进了一窍的 大吃一惊 啊 你再上 他说 他看了什么吃惊啊 谁在里边呢 原来在这个偏殿之内 被床上 半躺半卧 一个中年妇人 别看这个女人 岁数不太大 可是那头肺啊 都白了 犯愁啊 愁的 在床边呢 以为在这个女人 身旁 坐着一个男子 斯特朗啊 也就在十几八岁 穿了一身白衣 两眼惊惊有神 累下还带把宝剑 斯特朗一看这个年轻人 不是别人 正是同林的义子 白无双 斯特朗的脑子 懵的一下子 差点气炸了肺 心想 同林的同林的 你们这些人都瞎了眼了 你收这小子 为干儿子 可是你哪里知道 他是跟皇上有关系的人 我要不夜入皇宫 能发现 他在皇宫之内吗 这下斯特朗可误会 白无双夜入皇宫 到冷宫 是私下探望母亲 也就是躺在床上 这位白小姐的 斯特朗不知内心 向前一划步 白无双 你这个小贼 他一喊 吓得还无双 赶紧跪下了 伯父 您这是打哪来 这是皇宫的愿 你可别喊 万一 把那侍卫喊了 可就坏了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 今天我要你的命 伯父 我有眼情 慢慢的 以后你就明白了 现在你可别喊 你别说 我 我今天就杀死你 斯特朗那人 办事比较毛躁 现在他一看白无双在这 他就认为白无双 是皇上安插在 同林等人内部的一个小奸细 他抬手 就要打白无双的顶梁 白无双的母亲 在床上躺着一条 我的儿呀 向上那么一翻身 猛的往后一倒 这位老公女 在皇宫之内 冷宫里边 是遭了这么多年的罪 现在看儿子要死了 急痛孤心 决气 身亡 白无双猛然间跳起 哭在母亲身上 放声大哭 娘啊 娘啊 你醒醒啊 你醒醒 可是不管白无双 怎么喊 怎么哭 他娘是醒不来了 哭 司徒朗又是一愣 啊 这个女人 还是白无双的娘 那么这个白无双的娘 怎么还在皇宫里边呢 这司徒朗就闹不明白了 就见白无双 站起身来躺着眼泪 用手指着司徒朗 你这个不突人情的家伙 哎呀 你敢骂我 司徒朗向前一跨步 白无双毫无惧色 站在那里 把眼一闭 就等他 挨他一掌 可是司徒朗这巴掌 快给白无双 砸在面门的时候 猛然间停住了 他心里边一犹豫 改一掌便齿 点中了白无双 腰间鱼气大学 白无双身子往下一掏 司徒朗把他抓起来 夹在腋下转身往外就来 可是外边有几个侍卫 发现这边有七大喊声 一瞧 什么人 我们刺客 别让他跑了 追 司徒朗一瞧 惊动了世卫 想杀那皇上 不可能了 三十六级走为上 瞧 瞧 瞧 叫得清宫 他带着白无双碎远路 分身上皇城 飘身而出 司徒朗是顺着小路 回到了北京那一层的方长的湖村 从后院往里边一跳 正好有二侠几个徒弟在后院站岗里 大喝的一声 什么人熟了 哎呀 原来是伯父你 司徒朗抖身形就进上庭 哗啥把白雾霜就扔地下 同林等人都睡着了 司徒朗进来一喊一叫 大家在各自的屋子里边都出来了 师兄 出什么事了 怎么着呢 就见司徒朗脸上黄毛之哆嗦 嗯 开船 你自己看 同林浮身一瞧 这不是白雾霜吗 白雾霜怎么被点住穴道扔地下 这怎么回事 大师哥 我告诉你们 我一入皇宫杀了雍正 没想到 这小子在皇宫之内一个大殿里边 而且他娘也在里边 那就说明 他是雍正的人 可是你们这个技能 永远无踪 竟受这么一个小孩子的哄骗 我说你们怎么屡屡行刺失手 那就是说你们何计好了要行刺 这小子进皇宫就报信 这回真相大白了吧 哎 好 同林等着你看我 我看你十出意外 这时候侯二侠 于化隆武 云飞解个见下就想到了 对 白雾霜曾经在湖北相反 帮过十四皇子 他为什么帮永迪啊 除非他是雍正的人吗 是皇家那边的人吗 在这个时候 才能够把永迪给救走了 看来这小子真该杀 白雾霜虽然被点了腰中的鱼气血 不过这些人说的话 他可能听到 白雾霜闭着眼 想着自己苦命的母亲 又想到为自己而死去的叔叔 万叔 哎 就是那太监 他在心里边是越来越难受 不留着眼泪 睡眼角 巴达巴达 躺下来 张芳在旁边一看 徒叔说 我看白雾霜是别有眼情 咱们先别发怒 还是仔细问问吧 明白了 这张芳给佟林试眼测 佟林一浮身 把白雾霜穴道拍开 可是白雾霜倒在地下还不起来 只是躺了眼泪哭 胡说 我同龄同海川 自从和你相识 我们感情甚深 你瞧我同龄这个人 还可以任我为义父 我和你也投缘 我收你的义子 只是因为你放跑过十四皇子允齐 我才不得已和你断绝的父子关系 那么这次 你几千里外 关外独板 找千年的老神 我感到 你不愧是一位江湖的豪侠 我要把你收为义子 可是现在为什么你借皇宫 那么你的母亲 为什么还在皇宫之内 你跟我说个明白 既然你认我为义父 咱们俩是父子的关系 难道说有什么话 你还不可以讲吗 同龄两眼呢 切望着 看着白乌霜 白乌霜睁开泪眼 一下把同龄手拉住 义父 我母亲命太苦了 乌霜 你慢慢说 你母亲是怎么回事 白乌霜现在实在忍不住了 心想就是大家知道我的出身来历 你们把敌视我 我也得把这个事说出来 他从头说明 同龄等着一听 啊 原来白乌霜是康熙皇上的第二十子 那和现在的皇上 雍重任哥们啊 哦 他母亲白小姐本来在宫外 和万叔明就定亲了 但是被皇上选宫女 选到皇宫 又让皇上给瞧定了 陪着皇上啊 就寝 身怀陆甲 有着白乌霜 但是呢 老皇上康熙 还真不知道这宫女 身怀陆甲了 哎 皇后又嫉妒这位宫女 把她打入冷宫 那就说白乌霜 生在世上 他父亲康熙 根本就不知道 甚至就现在的皇上雍正也不了解 白乌霜恨痛了皇下 和他的父兄们要一刀两断 这才跳出皇城 结石通林等人 要成为一代江湖游侠 可是时常的想起母亲 这才有机会了 就进宫 去到冷宫啊 跟母亲呢 聊一聊 谈一谈 你可没想到这次进宫 还让司徒郎给堵住了 童林诸位侠客 是了解了内情 大家不由得 非常同情白乌霜 这时候童林就更觉得啊 这个年轻人呢 可爱 直夺清军 一伸手 把乌霜抱在怀里了 白乌霜一看 大家这么理解他 能够谅解他的徒身 他更为感动 趴在童林身上 眼泪又淡些了 可是就近司徒郎 猛然间转身 他在登登登登登 出去了 童林等人想问他干什么去 可是这位已经跳出殿房 踪迹不见 那是司徒郎干什么去 就二入阳光 方才司徒郎一听了白乌霜 说出身 这些经过 他是又愧又惨 新人说 这孩子命太苦了 我不了解内情 我大闹黄公怨 当时他母亲 王鬼眼镜 我看是死了 我司徒郎对不起 这些母子 我也对不起 我的兄弟 童林童海川 我不能刺杀邮政 这次我进黄公 也得把白乌霜 母亲的遗体带出来 我得让他儿子 好好地把他给埋了 好好祭奠亡灵 你看司徒郎这个人 就是这样 知错就改 背后带着一栋日月五星云 他又顺着进黄公的路 来到了黄公之内 这个太冒险了 这时候天都快亮了 可是这些侍卫人等 方才追司徒郎没追到 网上一报 报告给了士卫五官 他们没想到 司徒郎能二进攻 这司徒郎 飞身闯进冷宫 白乌霜的母亲 就停在这个冷宫之内 得等到天亮了 再报告给皇后 请皇后下以死定主 这司徒郎 抢不进天身手 把这背后一列 小姐的死尸就裹起来 往肩膀上一扛 抖身兴 同冷宫 飞身越过城墙 等他们这些侍卫 又脚脚直扭着 闹荒风了 可再找啊 那就来不及了 不到跑哪去了 赶紧又往上报 现在辽东伺魔 也在皇宫之内 打爆大惊 蹭蹭蹭都穿出来了 咱们单说司徒郎 带着白小姐的遗体 没有直接回方堂的糊涂 他怕把别的侍卫 给引到那去 司徒郎 脑子一转 他直接被宣武门这边来了 撬出北京城 来到一趟树林边 把白小姐的遗体 就放在树林里了 然后转身回城 到方程走不出剑通林 现在白武双已经不哭了 大家正便念司徒郎 不知道司徒郎 又跑到哪里去了 猛然间见得回来 浑身上下都沉土 那两眼的有点发胡 通林赶紧迎过来了 大师哥 您这又是往哪里去了一趟 之内把他母亲的遗体带出来 已经放到宣武门外了 我想大家到城外看看吧 这些人一听才明白 西洋司徒郎 你这胆太大了 胆大 济于无妄 那皇宫内院 哪有一夜去两趟呢 可你还真别说 他就得手 愣把白小姐给带出来了 白武双一听 母亲在城外 只立刻往外就跑 同林这些人全都跟出来了 虽然天已经见了 不过城门还没有开 但是这城门挡不住他 一个个叫的轻轻 飞身出城 由司徒郎引路 来到前面 到树林窃进 司徒郎往前一指 吴霜你母亲就在这里 白武双一看 他母亲被背裹着 那脚还在外边露着 大叫了一声 娘啊 紧强两步爬在地下 跪爬爬到跟前 是浮身痛苦 本来同林这些人 瞧着白小姐 那没什么感情 但是一见白武双 哭得这么惨 他们这个心里啊 都被感动了 都很难过 可忽然间就听着 那个身背后 从完来起声鬼笑 哈哈哈哈 哄 仲群侠一听 这个笑声不出劲 不是他们这些人 侧转身往后的一瞧 呦 谁 辽东四摸里边 那个挫子防远图 防远图的耳朵 被司徒郎给削伤过呀 现在伤势还没好 还用纱布包着 上一道的 下一道的 像怪物似的 究竟还不是 这一个挫子呢 他大师哥 法红 二师哥和四师弟 这辽东四摸来拳了 再一看树林身处 还有一个人 鹤洋洋身躯 在把尸开来 头四脉头 眼四刚铃 满了眼 大麻子 大麻子里边 还套着黑桥子 左边这胳膊没手 右边那胳膊上的手 像小波像是 背后皮囊里边 暗藏着 丹臂盘龙环 这不是别人 丹掌振天 天地度 神臂无敌 亚了摇东 野利财 那说野利财 他们这些人 怎么来到这 原来 辽东四摸 在司徒朗 跳出皇城以后 他们跟着就出来了 开始啊 他们是冒懵嘴 但是追来追尽 他们就发现了 司徒朗的身影 哎 他们就纳闷 这司徒朗 怎么带着这具死尸 奔城外去了 莫非同龄等人 都在城外 等他们跟到城外 一瞧 哦 司徒朗 把这死尸放这 他转身 又回城里边去了 左的防远途 就想过来拦他 心想就 即使我硬打不了他 我们哥四个动手 也跑不了这大马猴的 可是他二十个 刚风御节 把他给拦住了 冲他白白手 那意思 让司徒朗走 等司徒朗进城了 刚风遮日御节 和这师兄弟们说 哥哥兄弟 你们想想 司徒朗把这具死尸放这 他能扔着就不管了 他冒那么大风险 把这人带出来了 他肯定还得回来找 怎么呢 安排这具死尸 我想 同名等人 也得来到此处 赶紧 咱们哥们 曾同 有两个在这看着死尸的 另两位到城里边 去找师叔也 你猜 只要师叔来到这儿呢 同名他们要赶来 那么插翅难逃吧 郁杰 咱们一说 大喇嘛法红 连声叫好 嗯 就这样 三十弟 四十弟 你们两个跳到城里边去 到永安客栈 请师叔 速速牵来 我和你二十哥 在这看着 就这样 老三老四 到了城里边 永安客栈 把野利财叫了 野利财 就想把图林 收拾完了 赶紧就回边北辽东 春花半岛 建满舟首建 多东路 一起有这个机会 他赶紧收拾 挺方立落 等他到了城外呢 同林这些人 还没来呢 他们这五位 撒了个小包围圈 嘿 又等了时间不大 就听了嗖嗖嗖 有青山树的剑侠呀 从城里边跳出来了 童言一看 这一先叫出来的是 司徒朗 后来跟着同林 还有白无双 这几十号建下 全都来了 现在 走了 这一乐 同林等人看得了 他们在这 司徒朗觉得对不起 白无双 又一看 辽东四摩和野利财 在此 他勃然大目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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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了 我是一只手的野利财 你不老想找我的师弟 同林一回吗 甭我师弟 你看我怎么 非为你 司徒朗 那是拿着拿有尖的 碰就碰有能的 他不问 辽东四摩 一抖身 够问树林深处 双龙没往处拽 叫自己无疾门的长官 气声丹田 重于宝贝 大鱼掌心 左掌 一领野的 他的眼神 又掌向前一地 这一掌 就丹掌开背 和野利财 连动都没动 安然自若 稳如泰山 眼瞧着 司徒朗那个手 挨在熏毒上 就在这一刹吗 他向后退了半度 把自己的右手掌 枉起那么一台 来个单掌 对单掌 司徒朗一看他来这一招 心头大起 心想 我这是往前一扑 我占主动 你被动来挡 咱俩功夫要一样的话 你就不看我这一击啊 司徒朗这一招就食牢了 那说两个人 这一掌撞得如何呀 野利财掌功太高 司徒朗不是队上 野利财练的掌力 乃是渤海三级了 咱们前文书说了 就他那渤海三级了 就是一掌推出去 有三种力道 就是第一掌拍出去了 不用变招 第二种劲 第三种劲 跟着又上 这叫渤海三级浪 一浪 更比一浪高 司徒朗哪里知道 人家掌法的奥妙 单掌 会单掌 刚那么挨上 开始 司徒朗也没有觉得 对方怎么了不得 可是接着 人家两种力道 是接走而来 卡 卡 斯徒朗 绑臂折断 往后一路撇去 要不是撞在大树枝上 那就得趴在地下 啪 啪 啪 野利财 是单手来回那么一轮 把内气功又叫圆了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通灵 你的大师哥 何堪我一击 你速速 前来 胜辞 童林一看司徒朗上了 怒不可遏 也不管王之谷 从中劝不劝 调不调和 童林啪啪啪 把他风袍王起一聊 升起 又往上一提 抖丹天气 向前一冲 两个人就要交手 可这野利财 他就感觉到脖子后头一冒凌风 暗交的一声 不好 怎么 身后有人 他赶紧向旁边一晒身 都不顾同名了 单掌和胸 虎一头一看 哈 站在他身背后 这主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就像一阵风刮来的 而且一说话 还有气无力 就像要厌气似的 我说野利财啊 你是降死啊 还是降死啊 野利财一听 他是谁 怎么张嘴 我就游死 活了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